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市涨跌之间它都是一时的 重点你要把趋势给它看清楚 那台北股票市场为什么会跌 很简单 你把扣底值把它抓出来看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回档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因为扣底值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月均线的扣底值目前还有7天的时间 它要扣底高值对不对 那居然它要扣高 加上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的存在 所以均线目前维持一个下弯的走势 一条下弯的均线它是压力 它不是支撑 它不是支撑 所以它这边做的回档 其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 释放压力的一个趋势 一个走势的存在 那这个结构呢 未来会出现一个改变 那这个改变出来之前 我告诉你这个回档 刚好是你最后 你可以去布局的一个时机 因为你只剩7天了 1 2 3 4 5 6 7 这7天扣底值结束之后 指数拉回整理修正的过程当中 带有量缩 那这个量缩代表说 我的卖压已经削减了 它已经减缓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未来会有一根长虹 爆量的长虹把它往上一踹 当我踹回去月均线之上 扣底值又在扣底低的位置的时候 那当然趋势就会出现一个逆转 所以这波回档 就是你最后一次 可以去布局的时机 所以你要布局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买的股票呢 它必须在低档准备出现一个转折 所以我这边提供一个转折三法 给大家做参考 转折三法里面呢 第一点 你的卷值比必须要够高 当我现在很多散户 都在放空的时候 我的融资开始在下降 我的融券开始在上升 所以我的卷值比呢 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往上去做成长 这时候卷值比高的公司 高的股票 它就会产生一个转空的力道出来 第二个 你的均线必须要是上扬的 一条上扬的均线 它是支撑 它不是压力 所以当我的股价回到支撑附近的时候 它会因为均线的关系 把它往上带 第三呢 你的本益比要低 而且你的本业必须要做成长 所以卷值比 均线加本业就是你转折三法最重要 最重要你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你从这个转折三法里面 你可以挑出很多档的个股 配合资金的流向面对不对 那我的资金流向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会在哪边 我现在呢 大盘的整个整体的结构 还在月均线之下 那我有一些个股呢 它已经跑回到均线之上了 代表说那些回到均线之上的 就是市场上的好学生嘛 因为钱开始在拱它 它才有办法去回到均线之上啊 那相反的 有一些个股呢 它如果还在均线之下的呢 那当然它就会有比较沉重的卖压 因为它的资金会被抽出来 它抽出来的资金开始移到哪边去 移到未来呢 这一些有均线开始转为上扬的一些公司 所以呢 你要买的一定是跟转折三法有关系 那我之前跟大家统计过 目前为止资金的流量 它是往哪边去做移动 你思考一下 我从12月份一直讲到现在哦 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这些钱正在买哪一个族群 而这个族群不就是 现在市场上面你看到的主流方向吗 这个主流方向很简单嘛 就是在5G的相关族群里面嘛 对不对 但是5G的个股不代表说 我讲5G 所有5G相关的任何一档股票都会涨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的资金它会做一个移动 你以前看到的一些基期很高的个股 它会开始做回答 可是呢 有一些基期非常低的 我刚刚讲的转折对不对 转折的话 它必须要有本业的成长动能嘛 那本业的成长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去年很烂 但是今年会很好 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资金有在买的 然后倦资比够高的 然后加上它的本业去年很差 今年准备要进入转折的 那个就是你必须要去布局的一个方向 所以从台积电的 之前我跟大家讲台积电的法术会 它有跟大家讲过了嘛 今年预估整个晶圆代工的产值大概17% 台积电会比这个17%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我一直看好今年整体电子业的成长力道嘛 包括在7奈米在5奈米的部分 先进制程的需求非常的强 它有信心在今年的营运会优于产业的平均 产业平均是多少 17% 那比产业的平均还要来得更高 那不就简单来讲就加个3% 可能就20%了嘛 那台积电今年有预估它会成长20% 你思考一下喔 台积电它是何等大的公司 它每个月的营收可能都在千亿元以上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它还有办法再成长20% 那个不用讲说其他中小型类股了嘛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块 它有讲到了 在这个5G的需求 动能非常强劲的情况下 今年会有出现大成长的走势嘛 因为它有讲喔 5奈米的先进制程 在手机高速运算等平台 它会相当的强劲 所以你知道了 今年5G的成长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手机 还有就是在整个高速运算的部分 那之前在工研院 它有提出一份资料 我也跟大家谈过了 在这个工研院的资料里面 它讲说5G会带来一个 非常大的智慧型手机的换机槽 所以呢 整体的晶圆代工的能量 它是非常非常满的 现在整个产能几乎都已经满了 那晶圆代工 它是所有高科技业的上游 对不对 那它的更上游呢 它可以供应它料建的那些细晶圆 不就是最强的一家 不就是最强的一个产业嘛 那去年这个整个细晶圆的产业 非常的烂 因为供给跟需求之间出现一个改变 从2019年开始有没有 整个细晶圆的族群 开始一直股价一直往下跌跌跌跌跌 包括环球晶的部分从哪里 从600块钱跌到了300块 甚至一度是跌破300元的价钱 然后很多的个股 很多的细晶圆相关的族群 他们都是一路的再往下去做破底 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不一样了 台积电都已经告诉你 它的产能满载 连电也告诉你 它的产能已经来到90%了 甚至世界先进它还在扩产 这么多的晶圆代工厂商 都在扩产的情况下 那细晶圆的需求量是不是会提升 所以我在2月14号的时候 我再强调一次 我说晶圆代工的产能 它非常的满 它非常的满 它也会带动上游细晶圆的需求 开始去做增加 去年的基期非常的低 但今年会有大成长的机会 对不对 也因为记忆体的市场触底回升 所以价格看涨 也带动了细晶圆的需求量增加 2019年第四季 已经看到了一个现货价钱 开始做止跌的动作 今年在供给跟需求之间平衡底下 有望调升整体细晶圆价格的上涨 这对于有一个长约量比较少的台胜科来讲 它是相对有利的 所以矽晶圆的族群 我从一开始的环球晶到我2月14号跟大家讲过的 5G需求的带动底下 它会带动整个矽晶圆的价格上涨 所以也会带动包括我今天在当时跟大家讲的台胜科的部分 对不对 我说这个占比 这个量占比的走势已经告诉我一个秘密了 量占比公式告诉我说 它原本的量占比在500 可是它提升到200 这一段的时间之内 大盘在跌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人偷偷的在买它了 5G带动细晶圆的需求增加 加上扣底值准备往下去扣低的位置 所以均线它是不是已经先翻扬向上了 它均线如果要翻扬向上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带动整个股价指纹的走势出来 再加上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它的卷支比的部分非常的高 对不对 所以它是符合我刚刚跟你说的 转折三法里面 第一个点卷支比高达10% 第二个均线上扬强过于大盘 第三个本业比低 而且本业它将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那去年很烂嘛 今年就会有大成长的发生啊 所以你看到的是利空 武汉肺炎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利空 可是我看到的叫做矽晶圆的需求 它今年准备要出现一个谷底反弹的走势 所以3532的台胜科它是非常有利的 今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你看到说 当时我已经先预看给你了 我现在这档股票它的下档空间有限 因为我均线是上扬的 下档空间有限我向上获利无穷 对不对 向上获利无穷 我的股价强过于大盘 它是一个转折的讯号发生嘛 转折讯号发生起来 当然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布局的动作 3532台胜科2月14号 3532台胜科117块钱买进 当时的投资朋友117块钱你都可以做成交 因为很简单 当时挂出来的卖单有多少 光我117块钱的卖单就高达121张 就高达121张 所以在那个时机点上面 你想要买多少你就有多少可以卖 但是我在讲的时候 没有亮灯 它没有涨停 所以我相信很多市场上的 你在关注其他专家的节目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讲过这一档股票 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它这一档股票会涨 但是如果你长期的关注于产业面的发展 你知道说 它具备转折三法的要件的时候 你不会害怕 你就敢在这个地方用力的给它买进去 用力的买 用力的尻 因为我认为就整个技术面的角度而言 就整个产业面的角度而言 它全部都在低档准备做一个转折 它准备再做一个转折 现在已经有人偷偷在买了 已经有人偷偷在买 我当然就跟上他们的脚步 对不对 当我买完之后 今天2月17号 5G的矽晶圆族群 亮灯涨停摆又锁住了 又锁住了 今天不就是大涨创新高吗 亮占比从500来到200 从卷支比的角度来看 卷支比目前高达15.88个percent 横盘整理的突破 一根长虹 一根带亮的长虹 就已经把之前的长黑棒全部都吞掉了 所以这一个阶段 在我2月14号去买的这一群投资朋友 全部都获利当中 而且很简单就是赚了一根涨停板 所以操作它是有公式有方法的 你有没有看到转折商法告诉你的 还是你永远都在看市场的新闻 还是永远都深陷于那种恐惧当中 当你操作的时候 你务必要了解未来的趋势面在哪里 当你了解了这个趋势 当你知道说 其实矽晶圆的族群 它会从谷底开始去做反弹 在那个时机点上面 在那个moment上面 这是最好的机会最好的买点嘛 所以呢操作你要像狼一样 对行情要有嗅觉 对危机要有感觉 对猎物你要非常的果决 当你有这个像狼群一样的嗅觉 当你有像狼一样的嗅觉的时候 你就不会害怕了 因为我已经帮你预判好了嘛 行情最后一次拉回 它是最后一次的拉回 当我最后一次拉回 很多的个股会开始先做轮动向上 尤其是一些本业 都准备要进入转折点的时候 有转折三法这个发生的时候 很多的肋骨会开始百花齐放 它会开始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 所以务必先跟上脚步来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不再旺鼓心探 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零二八七七三八八五九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零二八七七三八八五九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零二八七七三八八五九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零二八七七三八八五九 车获现场拍照 录影五人则 车获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等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十二点半到一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很多投资朋友 你可能想要了解 就是老师对于行情的看法 跟他对于产业面的 这些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那节目呢 其实就只有三十分钟而已 在这个三十分钟里面 要把我所有看到的东西给大家 那真的是有难度 真的是有难度的 那我已经尽快地 把我所知道的内容 用一个非常快速的 讲解的方式带给大家 可是我相信呢 很多投资朋友还是不够了解 那如果说你不够了解的话 你可以来 扫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寻小老鼠BYR2551V 加入我们风行操盘室的家族 在这个风行操盘室里面呢 你就可以去搜寻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包括在2月14号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主页的文章 你看哦 这个风行操盘室里面呢 我这个红韧俊有没有 红韧俊他所写的文章 就会在这里面 那我在2月14号当天 我怎么对这个细晶圆的 这一些企业的他的看法 也都会在这里面 当然我对细晶圆的观察 不是从2月份才开始 其实我在去年 在去年12月10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先提醒大家了 因为在台积电 在世界 在联电 这些晶圆代工厂商 其实都已经预告一件事情 第四季 他们叫做淡季不淡 所以可见得呢 整个品牌厂商下单 他非常的积极 对不对 8寸跟12寸的产能 都已经出现了 非常紧张的状态了 对于细晶圆的消耗程度 也会增加 所以环球晶的部分 他公告11月份营收 虽然是衰退的 但是股价 他没有向下去做反应 因为呢 已经打不下来了 利空打不下来了 他已经预期到了 市场已经开始预期到 5G的需求带动底下 明年将开始恢复成长的走势 从今年的前三季 也就是2019年前三季的 EPS来算 24.67元来计算的话 本益比不到15倍 他不到15倍 是相当便宜的价位嘛 所以外资跟投信 都已经开始去做布局的动作 资金的流向 会决定未来 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当钱开始在买的时候 当资金开始去做 布局的动作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到说 原来细晶圆 他的被人家低估的价位 有这么这么的低 但是细晶圆的族群 真的非常的大 不只一档股票 对不对 不只环球经验 也不只台胜科 也不只 还有谁 还有6182的合金 6182的合金 今天也是涨上来了 涨上来了 还有5483的中美金 5483的中美金 今天也是一样大涨的状态 为什么细晶圆的族群 它会开始出现年媚性的大涨 因为龙头最重要 当我龙头开始做启动的时候 一定会带众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族群 开始做骨架开始去做一个反应 对不对 所以当你12月10号已经发现到说 因为5G的关系 所以细晶圆它会先动 当你细晶圆开始在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就技术面的角度为言 它出现一个转折讯号 这里叫做多头吞噬的转折 当时在12月9号 我已经先跟大家讲了 长期下降趋势当中出现 一根长虹吞噬掉前一日的长黑 股价突破月均线之上 开始带动均线 开始转为翻阳向上 对不对 是不是转折三法里面的第一个 第二条叫做我的股价 先回到均线之上 当我股价回到均线之上 带动整体均线翻阳向上的时候 趋势已经出现一个逆转了 所以当时我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12月9号 6488的环球金有没有 在364块钱买进 363元可以去做成交 一路的上来 它并没有出现过涨停 可是它来到385块 创新高对不对 来到394块钱再创新高 一直到1月2号 全市场的专家都在讲的时候 我把它改变了一个策略 我说这里你不要再做追价了 它虽然创高了 可是筹码已经乱了 一直到413块钱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多头 这个整体的涨幅已经来到50块钱 可是BIOS它已经来到一个新高 当我的股价BIOS来到新高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回档 所以在1月3号 406元市价出新 我先做的第一趟获利了结 当时我卖在哪里 卖在408.5元 408.5元 刚好就是这一波的高点 刚好就是第一波的高点 高点回来1 2 3 4 4天的时间 光4天的时间 它又回到了367块 跟我原本在买的363块的位置 是不是非常接近 因为这里叫做主力的成本区间 它来到主力的成本区间 它会再做第二波的上涨 对不对 所以第二次的买点在哪里 在1月8号嘛 当时1月8号 6488环球金 372元市价买进 372元市价买进 371.5元成交 然后呢 两阶段的操作 一直到396元 不要卖哦 一直到哪里 隔天在1月14号 再涨3.53% 再赚14块钱 然后呢 来到410块钱嘛 来到410块钱 两阶段的操作 这样子就已经赚了80块钱 一档股票两阶段的操作 你就可以赚83块钱嘛 甚至呢 环球金的部分呢 到今天为止 它都还在创新高啊 不是武汉肺炎吗 不是非常的恐慌吗 不是非常的恐怖 不是觉得说 全世界会有锻炼的危机吗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 持续的创高 因为它还是要回归 我刚刚跟你讲的 基本面的表现 12月10号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过你了 6488的环球金 它去年前三季EPS 就高达24.67元 如果再把去年第四季 加进去的话 会不会超过30块钱 如果我30块钱 来做计算的话 本益比乘上15 那我问你它的价钱 它会落在哪个地方 那我在300多块钱的 这个环球金 不就太过便宜了吗 它不就是太便宜的一个价位吗 所以操作 它有公式跟方法的 就很像孙子他讲的 胜负理论三原则 第一个 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你要有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你要预测敌人的战机 你不能蛮干嘛 所以当你知道说 我这档股票 我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无穷的时候 你就不会害怕了 甚至会觉得说 股价跌下来 它是最好的机会 跟最好的买点 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距离 狼性已经不远了 因为你开始对行情有嗅觉 你开始对危机有感觉 而且你对于猎物 已经非常非常的果决 所以操作呢 你要了解整个市场上面 趋势的发展 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人做 当然会非常的辛苦 可是呢 如果你有一个团队 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给你做协助的话 你觉得那是不是一件 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我跟你讲 细晶元它只是开始而已 它只是刚开始而已 因为符合这个 转折三法条件的个股 非常得多 卷支比10%以上 均线强于大盘 本益比低 本业还在成长的 还有非常的多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乱选 你绝对不能够乱挑 就算是5G 就算你选的是5G的相关题材 也未必 也未必会得到你正确的答案 因为很多人会想到5G 就想到谁 想到4979的华星光有没有 现在还在破底 现在还在破底 那明明这个也是5G相关题材 为什么它不会动 因为我说钱不在它身上 甚至你去买3234的光环 也是一样 它现在还在底部的一个位置点上面 那为什么类似这样子的族群 它不会动 反而是细晶元在动呢 因为资金的流向 它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还有很多的族群 比如像说基地台的部分 网通设备的部分 高速运算的部分 这一些族群都在足底准备要往上去走了 时间不会等你 真的它不会等你的 很多的个股 比如像说之前公元月已经跟你讲了 在这一个族群当中 在5G发展下来 车用电子的部分 平板电脑资汇型手机 还有网通的设备 都会出现一波大成长的走势 当你知道有一波大成长走势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挑 很多的个股呢 当有钱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时候 比如像这一档股票有没有 2345的字帮啊 量占比从120来到50 第一个提出400G交换器的厂商 今年的获利还会持续的在做成长 量占比从120来到50 我认为说以它的股价来说 它完全符合我刚跟你讲的转折三法的条件 因为就整个交换区的规格 从去年的从2010年开始进入100G的时代 2020年准备进入400G的时代 未来还有800G跟1600G在等着你的 还有这么多规格提升的机会的时候 你的企业你的获利一定会持续的去往上去做成长 当企业在做成长设备的投资需求会做增加 那这一档个股你就不能再错过了 切入了5G相关的封测机台 加上mini LED的机台 产业的成长性非常的高 量占比从200来到50 卷支比已经拉升到20%以上了 转折三法123个条件完全符合 当这个符合的条件出来的时候 请你务必要跟上脚步来 强势股满在短线上落实的时候 拉回测试支撑就是你最好布局的时机 还有很多的 除了5G之外 折叠式的智慧型手机 也开始出现一个转折的讯号了 也开始出现一个转折的讯号 所以台股不是没有题材 而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机会点在哪边 所有的内容我都会放在我的LINE ATT里面 欢迎大家扫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寻小老鼠BYR2551V 加入我们风情操盘式的下注 时间都关系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失智不等于失能 对他们来说跨不出去的是 大众对失智症的不了解 共同照护中心是陪伴失智者与照顾者 在不同阶段的照顾需求 我们的共照中心与服务据点 交织失智照护网络 请您和我们一起支持 建构友善失智环境 友善失智